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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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大家好,又是我馮伟光 和大家评论证局的时间 过去几个礼拜我改为做直播 现在回归做六播 在过去一个月里面 整个五月里面 就发生了很多事 譬如说我以前认识的很多 在我争取社会公义的活动里面 我的前辈都狼当入狱 当然我觉得他们的入狱 是按现在香港的司法制度之下 你真是触犯了法律 所以被判入狱 当然有人批评 现在刑期有通胀 我觉得香港实际上是一个普通法的制度 法官的判案 其实是有他自己的一些指引和规矩的 我比较敬重的陆永雄先生 他都说了一个案例在英国的 就是说在英国 2010年伦敦暴乱的时候 曾经有一个人 他在喝醉了酒 在酒之前 他就在这个面书上面 就开了一个账号 所谓的page 然后他就说 鼓励这些人去参加苏联 最后他没有出现 已经没有人去 他没有出现的原因 就是他喝醉了 就睡了一觉 其他人也觉得 一个普通人这样叫我们去 就没有人去参加到 他所说的指令地点的苏联 或者非法集结 但是这个人呢 在这个社交平台上面 所做的事呢 就留下了电子脚印 那最后呢 这个日落枪的footprint 那最后呢 这个法院呢 是判了他四年监禁的 相对香港 只是鼓励人去非法集结 和自己真的去了 而我们的刑期呢 大概是14至18个月 加上他们其他触犯的罪行呢 很多时候都是同期执行 譬如我们相当有名的这个黎智英 他在2019年的时候 无论是写文章 无论是组织行动 都是好几次 而这些行动 都可能是触犯了非法集结 暂时他的刑期呢 都是20个月 相对刚才我说的 英国的案例呢 其实呢是轻很多 那这些呢 我觉得我们在评价的法院 所谓刑期通胀的时候呢 我们是要知道 可能以往 香港的法庭 香港的法官都倾向轻盘 但是我们法律就是法律 和我们根据一个普通法的制度 其他的普通法国家 特别是英国的案例呢 我们是会有参考的作用 那大家不去看法律 不去看案例 就在2019年的时候呢 一股冲动走出去犯法呢 我觉得有时呢 只能够一下 语人无由 我经常在2019年的时候说呢 就是 凡事太盡呢 就缘分早盡 当时在一个政治的狂飘之下呢 很多人呢 是失落了理智 不断去触犯那个法律 那最终呢 那最终呢 今天呢 就是要找数 更有甚者呢 就是 他们不仅触犯法律 而且他们提倡的呢 是动摇我们国家的根本制度啦 甚至是 纵容这个黑暴去保育国旗啦 保育国徽啦 倡议港独啦 那这些呢 其实都是不可遥述的罪行 当然刑期是几长 这个是由这个法官去独立地去审判 但是 如果 我们以往 整个国家 根本是 希望香港自行23条立法 现在也都希望我们自行立法 但是在2019年 这样的进逼之下 最后我们国家 就透过一个附件3 先帮香港 立了一个国安法 有4条罪行 都还未完全涵盖 23条里面的罪行 那其实一个目的呢 就是为香港呢 先呢 止暴制乱 稳定了局面 让香港呢 可以重新去出发 也都希望大家呢 就是能够冷静下来 好了 那么 除了这个之外呢 我们有完善选家制度啦 我们有这个 公职人员的宣誓啦 其实公职人员的宣誓 在基本法104条里面呢 一向都有 只是那个公职人员的涵盖范围呢 现在呢可能会更加广一些 譬如 现在我们会 包括这个区议员 近日呢 很多区议员的朋友 以前我在这个反对阵营 认识的朋友 他都问我一个问题 就是究竟 今次这个宣誓之后 或者宣誓之前 那个DQ的范围 会有多宽阔 我自己觉得呢 一点要很要注意的 就是正清合陆地事务局局长 曾国伟呢 其实是说了一个正面和负面清单 当然是负面清单 负面清单里面呢 他说了有九个不同的行为 我自己想问一个问题呢 我想大家注意一下就是 究竟在2020年7月11至12日 这个非法的初选期间 借出了这个议办的场地 作为所谓投票站的议员 会不会触犯这个负面清单呢 我个人觉得就是有机会 而且有机会颇大 而这里呢 牵涉了可能是有180多位的区议员的 这是据一些相关的朋友帮我统计 假如是这样呢 我们可能大家有个心意准备 就是我们会迎来一个就是 会近200个区议员 香港大约400多个区议员 即可能一半个区议员 是会因为这个触犯了负面清单 而具体罪行的行为 就是因为他们在那个 借出那个办事处作非法初选 而被DQ的 假如是这样呢 区议会那个运作 可能就是整个形态会改变的 就未必有很多议员呢 不过现在的议员都不是服务市民的了 所以我们有心的准备 就是区议会真的 back to find他一个 咨询的角色 而呢 又会有很多的席位 是会沿空 这样就会等待到下一届 任期届满的时候呢 才会再重新再选举 究竟是不是这样呢 我们拭目以待 今天我们这个政局的评论到此为止 我们下个节目再见 拜拜